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用LM317和一个电阻做成了一个精准的横流源 横流源呢,它的作用是 前面电压输入的高低不会影响它电流的大小 后边辅载的组织大小同样不会影响它的电流恒定 好,下面我们插电看一下 我手里拿的是一个LED灯珠 我们看前边我们现在输入的是10.9伏的电压 我们给它往上调 我们现在调到19伏 灯珠的亮度是恒定的 我们调到28伏 灯珠的亮度同样是恒定的 当然还可以往上调 现在是31伏 灯珠亮度依旧 这说明了它输出的电流是十分的恒定的 下面我们用电阻来给测量一下 因为我的电流表呢不是很精准 下面呢我们就用一个精准的电阻来看一下 它的输出电流是否恒定 好,我在它的输出端呢加了一个0.15欧的电阻 这是测量电阻两端压降的毫幅表 那么我们给它插电 我们看一下 现在是10.8伏 那么现在后边输出是1.4毫幅 那么我们给它把电压往上调 现在电压呢是20伏 后边输出呢同样是1.4毫幅 往上调 调到25伏 后边呢同样是1.4毫幅 28伏还是1.4毫幅 调到30伏以上 它的压降就变大了 也就是说它的电流值呢就变大了 证明呢在30伏以内 它的电流是十分的稳定的 好,我们看一下LM317的引脚顺序 字面朝向我们 它的左边第一个是一脚 中间这个是第二脚与散热片相连 这边这个是第三脚 三脚是接供电的 也就是输入端 二脚是输出端 一脚是调节端 是这个位置 这个是一脚 那么这个电路呢就是 三脚输入 然后从二脚接一个线流电阻 然后反馈到一脚 从一脚接输出端 这个供电的负极呢 也就是输出端的负极 那么后边接浮载 我们刚才做了实验 前面在30伏以内 10伏以上的时候 输出的电流是恒定的 超过30伏 我们发现它的电流会变大 它的理论电流值呢是 1.25伏除以我们这个21 这个21的组值 然后呢就等于它输出的电流值 所以说我们只要根据我们所需的电流值 来改变21的电阻值就可以了 我们用LM317制作的横流源 输出电流在5毫安到100毫安内 都是十分稳定的 用这个横流源就可以测量 小组值电阻的大小 还可以给LED灯珠供电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